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越是年轻人 越是有国际视野 越是有过留学背景的人 越是支持今天的中国政府 您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今天早上我刚刚从床上爬起来 倒了一杯咖啡打开电脑 连脸都没有来得及洗 就坐在电脑前准备补上建国与拜登的首场电视辩论 我只看了十分钟就上头了 真的是提神又醒脑 我就这样怀着激动的心情看完了整场辩论 我仿佛目睹了一场川普对拜登的降维打击 尤其是在拜登指责川普逃税漏税的时候 川普居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我根本就不想缴税 然后拜登就这样了 川普接着说我在当总统之前 是一个私人地产商 我是个买卖人嘛 就像其他地产商一样 除非那个人是个傻瓜 否则他们都会想尽办法去规避法律的约束去避税 这很正常的嘛 然后这还不算完 他紧接着又开始指责拜登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通过了那样的税法 我们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去避税 所以都是你们的错 听到这儿我当时真的是一口老血就喷在了屏幕上 好刺激好意外好牛逼有没有 我看拜登当时在台上都快疯了 这是什么路数没见过 而且最牛的是 川普可能觉得这个主持人对他也不怎么友好 伤害到了宝宝的感情 于是整场辩论会 川普基本上完美地保持了一打二的局面 主持人是什么鬼 凡是当宝宝录的人通通做掉 然后川普在辩论结束之后 就在自己的推特上贴出了这张照片 并成功收获了三十四万多人的点赞 真的是活着真好 你总能在乏味的生活中找到一些 让你不舍得英年早逝的理由 不好意思有点失态 这个乡下孩子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好了大家都严肃一点 严肃一点人家选总统呢 在这场辩论会结束之后 CNN刊登了一篇文章 这场总统选举辩论会 中国恐成最大赢家 形容川普是一个批评民主论者的礼物 这话就见外了 你怎么就能够断定 川普不是中国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呢 文章说中国议题是两人难得一见的共识 但是彼此都指责对方 应对北京政府的时候都太过软弱了 在接下来的辩论中 川普又多次提出 选举可能存在舞弊现象 我帮大家翻译一下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宝宝输了 那么选举一定是舞弊了 如果我赢了 那么恭喜您 那么您一定是见证了 美国历史上最公正的选举 毕竟没有人比我更懂选举 但是对于这种说法 CNN显然是不卖账力 他们觉得川普这种说法 是在侵蚀国际 对美国风格民主的信心 但是这话我又不同意了 美式自由民主神教 靠的从来就不是什么信心 而是某种神秘的信仰 有一些美国的观察人士指出 这场辩论可能令一些未决定 是否要去投票的人决定 不投了 老子实在是投不下去 文章说 如果美国人也因为周二这场混乱 失去信心 对美国批评的中国 俄罗斯或其他地方 这里省去十万八千多个字 这些国家是否更容易抓住 这场辩论会 去证明他们的观点 是华盛顿有问题 还是民主根本体制有问题 在这里小弟 我就忍不住要说一句公道话 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 华盛顿没有问题 美式民主体制也没有问题 但是华盛顿加上美式民主体制 那么问题就大条了 至于为什么 我慢慢的讲给您听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BBC 有一位中文记者 叫陈什么玩意的 他评论到川普还是拜登 摆在中国面前的两个美国 这哥们表示 大部分中国人的直觉 都是肯定是拜登比较好 因为川普在贸易华为 TikTok以及疫情香港等问题上 都对中国极限施压 以至于舆论 从讨论冷战的可能 一直升温 现在已经聚焦到了热战的风险 BBC 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个叫 陈什么玩意的吵了吧 就是因为你们招了太多这种边角料 这种活在平行时空的中文记者 你们对中国的评论预测 有几次是对的 这场辩论会之后 在美国还有英国 我不敢说川普的支持率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在中国 我敢用我的节操跟你打赌 川普的支持率 一定彻底碾压拜登 不相信的话 咱们就做个实验 凡是支持川普的朋友 您就帮我在这个视频下面点个赞 支持拜登的 您就帮我点个彩 在美国有这样一个组织 它叫做骄傲男孩 这是一个反移民的极有益组织 所有的成员都是男性 白的 这个组织在美国的许多城市 都有堂口 他们在这些城市组织过 许多针对反种族主义者的冲突 就是那些在大街上 背着各种各样武器 恐吓黑命贵示威者的 那票人当中的中间力量 在辩论的过程当中 川普被问到种族主义议题的时候 他说 骄傲男孩请后退待命 这是他的原话 我一个字都没有加 也一个字都没有改 这就是美国现任总统 在竞选辩论会上 跟全体美国人说的原话 在美国通讯软件 Telegram上 就类似于像是 我们的微信一样的软件上 那些骄傲的男孩们 曾经分享了一段 这个川普点他们的片段 啊不对 点击 啊洗吧 更不对了 点名他们的片段 就三个词 上帝 家庭 兄弟 所以呢有一些美国人就认为 这是总统在呼吁他们武装起来 武装起来干什么呢 因为这个组织曾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希望上街去对抗 极左翼的活动组织 Antifa 这个组织就是川普口中 美国现在各大美丽风景线的幕后黑手 当时在看辩论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惊到了 我当时真的以为这帮骄傲男孩 就等在会场外 只需要川普一声令下 这帮人马上破门而入 搞得人家当时心里一阵小路乱撞 我还以为又要见证历史重大事件了 结果我一直等到这个辩论结束 骄傲的男孩们也没有出场 搞得我还有点小失望 整场辩论会 我感觉拜登就是含着速效救星完才硬扛下来的 整场辩论川普讲话约39分钟 拜登讲了44分钟 但是川普一共驳斥了对手15次 拜登只驳斥了4次 而且更牛逼的是 川普全场一共打断他人讲话73次 这里面还包括主持人的讲话 整场辩论会在我眼里就是三个老白男在屏幕上 深思历劫的叫喊 就是你傻叉你闭嘴 你没有我聪明你没有我棒 然后这个时候主持人赶紧跳出来 总统先生希望您保持一下克制 这个时候川普掉过头来 你这个主持人你也是傻叉 你给我闭嘴 就是这个样子 搂到你无法想象的一场辩论 在整场辩论会过程当中 川普一直在打断拜登的讲话 然后拜登终于忍无可忍了 说哥们你能闭嘴吗 宝宝就是不闭嘴 然后拜登的竞选团队 在辩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在他们的官网上上架了一款 印着这句话的T恤 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就筹到了380万美金的选举费用 一举打破了单一小时的筹款记录 一屋的商家们 你们闻到美元的味道了吗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了 整场辩论会真的是要多low就能够有多low 相互的抹黑已经变成了一种绅士行为 双方没有互相吐口水 已经变成了最大的克制 整场辩论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听下来 感觉特别热闹特别好玩 但是你回过头一想 又感觉他们好像什么都没说 辩论之后 BBC伙同美国的CBS电视台 对这场辩论做了一个民调 有48%的观众认为是拜登赢了 有41%的观众认为是川普赢了 69%的人在看完这场辩论之后觉得心烦 31%的观众表示辩论把他们给逗乐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31%的观众里又有多少是中国的观众呢 19%的人觉得悲观 还有17%的人表示辩论会含有有用的信息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美国的公共政策太陡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哈斯 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 这是我记忆中最让人丧气 最让人忧郁和不安的90分钟 如果你不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 那么你当时肯定没有认真看 也许最让这个大爷担忧的 就是川普在辩论中明确的表示 如果我看到数万选票被操纵 我不会接受结果 可怕的不是数万选票被操纵 而是他看到的 任何事情拿去给川普看 那么至于他会看到什么 那就真的不好说了 看完这一次的选举辩论 还有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 都会让我不自觉的联想到 埃森豪威尔继任美国总统之后 在那个冷战的大背景之下 美国的心理战 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进一步的提高 一方面是因为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 苏联便开始针对西方国家 发动和平攻势还有文化攻势 其实就是舆论战 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深深的刺激到了当时的美国政府 还有美国的精英阶级 那就是韩战战俘事件 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交战各方都本着自愿遣返的原则 处理战俘问题 您各位想想看 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 您觉得作为一个美国战俘 你是不是特别期盼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到美国嘛 当时美国多么的强大呀 对吧 正常人估计都会这么想 但偏偏这其中就有21名美军战俘 居然拒绝回到美国 甚至还有几个一直生活在朝鲜 这件事情使得当时的美国一片哗然 举国震惊 美国媒体还有国会如临大敌 觉得这21个人肯定是被万恶的共产主义给洗脑了 并由此得出了一个惊天地气鬼神的结论 那就是普通美国人在共产主义心理战面前毫无防御能力 所以也正是因为被这件事情给刺激到了 于是美国政府就相信 冷战不仅带有总体性 还具有全民特征 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最终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能否影响其他人对我们的态度还有立场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美国民众自己的态度还有立场 如果我们单看这场辩论 拜登也许赢了 但是在我眼里 美国完败 因为就在自己的总统公然鼓励白人优越主义 谎话连篇 我逃税我有礼之后 居然还能够有41%的观众认为川普赢了 就在这样一场闹剧之后 居然还能有10%的观众认为二人打了个平手 17%的观众认为这两人的辩论里存在有用的信息 其实说白了 川普的策略就是通过无休止的打断对方来破坏对方的节奏 并且顺便测试一下拜登的心脏指甲 搭的到底够不够结实 就在辩论会的同一天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长文 题目叫做我为美国人感到难过 世界如何看待如今的美国 我为美国人感到难过 您各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这句话来自缅甸国会议员吴敏乌 他还说 但是我们帮不了美国 我们国家太小了 今天地球村里最大的地主家 居然被村里一个家境贫寒 面对新冠疫情束手无策 苦苦之称的小户人家给同情了 这真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这无关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 这就是那种在乡村乡亲们之间 那种最朴实的同情 好吧 可能有人会说缅甸这是落井下石 美国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来同情啊 那么加拿大呢 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表情 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就居住在距离 美国边境不到60英里的地方 那么这个国家是如何看待今天美国的呢 萨尼亚市长迈克·布莱德利说 我个人觉得 这就像是在见证罗马帝国的衰落一样 萨尼亚是与密歇根接壤的一座工业城市 当地人以前很爱跑过去吃午饭 透明国际墨西哥办事处负责人爱德华说 我们曾经向美国寻求民主治理的启示 可悲的是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印尼政治人物叶尼·瓦西德说 世界看到了美国社会凝聚力的瓦解 以及在新冠病毒管理方面的混乱 有一个领导力的真空需要填补 但是美国并没有履行这个角色 皮尤中心之前对13个国家进行了一项调查 在过去的一年里 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 以及德国在内的这13个国家 对美国的看法是过去20年以来最为负面的 您各位可能好奇为什么是20年 因为皮尤中心做这个调查也就做了20年 如果说疫情处理的失败造成了美国外部观感的崩塌 那么这一次的辩论就是美国自身信仰的崩塌 可能有小伙伴会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 不不不不我一点都没有夸张 证据就是不管川普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他都有差不多40%的支持率 不管这次大选的游戏最后的赢家到底是谁 这40%的人是不会消失的 没错吧 而且这40%会随着时间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叠加 变得越来越庞大 而且更加具有攻击性 在今天的美国政府里面有那么一群人特别热衷于聊冷战 那么我们就从冷战的角度来看一看今天的美国 冷战的根本其实就是一场庞大 而且计划周密长远的心理战和宣传战 那么难道说只要你心理战玩的好 宣传战打的好就足以赢得冷战吗 难道你天天跟蓬佩奥一样 学祥林嫂到处贩卖焦虑 传播自由民主神教的交易 你就能够赢得冷战吗 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还用得着打冷战吗 无论是冷战时期的心理战也好 还是现在的公共外交也罢 他们所依托的基础仍旧是这个国家的实力以及对外政策 美国前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有一句名言 他说我们原本怎么样 我们希望被如何看待 以及我们事实上如何被看待 这三者之间的鸿沟无比巨大 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越是年轻人 越是有国际视野 越是有过留学背景的人 越是支持今天的中国政府 您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现在告诉你 就是因为这群年轻人对这三者之间的巨大鸿沟 有着非常清楚的认知 我们原本怎么样 我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我们也有对希望被如何看待的期盼 但是当我们真实的去面对事实上被外人如何看待 所存在的那种巨大不公平之后 我们这一代人彻底爆发了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你呀瞧不起谁呢 当年的苏联为什么最后垮了 因为自己家里的事情做得一塌糊涂 这三者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 苏联当局又没有能力及时处理这些变得越来越大的鸿沟 所以苏联就输掉了冷战 美国自冷战结束之后 急速膨胀的盲目自信让他们自己都忘记了 在这场冷战当中 他们虽然成功的通过宣传战和舆论战格式化了德国还有日本 但是这种对外部的塑造也同时重塑了美国自己 这个过程对于美国自己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他们今天都忘记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仗着自己强盛的国力挺了下来 用实力弥补了鸿沟 所以美国没有输掉冷战 如果说今天的公共外交是致力于弥补这些鸿沟 那么我们原本怎么样其实是最重要的 美国当年在冷战中存活了下来 但是他们自己却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能够存活下来 过量的对外宣传心理战那是会被反噬的 牛逼吹多了是会破的 为什么今天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认知更加的理性 因为你们养的那些公之轮子 自由亚洲美国之音 之前吹的牛逼吹的太过了 他们每一次吹牛逼这条鸿沟都会被他们放大 今天我还看到矮大井老师吹美国人就是美国警察的上帝 我在这里缴税警察就得为我服务 我真的没有要怼他的意思 但是当他说完这话之后 我脑子里面浮现的第一个画面 就是好像我前两天刚见到一个美国警察 推着自行车从上帝的头上撵过去了 这就是鸿沟已经裂到变成深渊 当你已经没有能力去弥补这些鸿沟的时候 梦就碎了 曾经有个智者说过 美国能否长期保持国力的强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就在于美国能不能够约束自己的力量 而不要滥用自己的力量 可惜这句话美国人都没有听进去 他们所做的事情恰恰相反 咱们再回到最开始CNN提的那个问题 到底是华盛顿的问题还是美式民主制度的问题 美式民主制度有它的优越性 同时也存在问题 今天的华盛顿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就是美式民主自由制度 意识到有问题出现之后 一种自我纠错的机制所产生的结果 不要认为川普造成了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困境 所有的系统都有自己的灾赫极限 超过这个极限系统就崩了 这并不是系统的错 而是使用者的错 今天美国社会当中存在的 那40%的川普支持者 都是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 就是在川普之前 许多借华盛顿政府错误的使用 美式民主制度的恶果 是你们无休止的 对外输出你们的意识形态 滥用武力所造成的恶果 凭良心说 站在美国人的角度 在你们眼里十恶不赦的川普 反而是对这一套系统伤害最小的一任总统 他从不制造麻烦 他只是麻烦的搬运工而已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 老规矩 点赞 留言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